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工會副理事長陳俊良 創新旅行社副董事長蘇振哲先生 創新旅行社部單總監潘梅小姐 那這邊首先邀請我們創新旅行社董事長李其樂為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各位同業在這麼忙的下午來這邊 那我們今天非常榮幸我們的就是整理事長來我們跟我們來見面 那今天請大家一定要堅持到最後 為什麼因為會後有抽獎 今天獎品還蠻豐富的 雖然只有三份但是都各有意義 一個是非常非常難得的郵票 那另外一個是非常難得的明信片 這些都台灣買不到 最後一個是我們當地合作旅行社所提供的免費的不難行程 所以有來的有機會 請大家要堅持下去謝謝 接下來邀請我們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工會副理事長陳俊良 大家文明好 好 很榮幸 那今天代表工會來參加這個創新李董 這個在做這個負擔的一個優質行程推薦 那其樂在工會也負責很多相關的教育研發這一類 相同的就是他這個屬性不斷的創新 所以這些公司就是創新李董 那他也願意把新的路線來做分享 我剛剛偷偷看了一下 他的理念非常好 因為對統一非常好 這個就是分享共享 那這個很容易就在市場上有共同的渠道 為一個新的幸福的國家負擔 我們來一起做規訪 今天很榮幸 也祝福各位 這個 揚揚 大家生於新榮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副理事長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開始介紹我們的創新旅 首先邀請我們創新旅行社董事長 介紹一下我們的創新旅行社 好 各位嘉賓好想花這麼多五分鐘的時間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一個基本的背景 因為坦白講我們第一次做同行 所以我們很緊張 我們公司在這麼多年來 我們其實一直做都是職課 我們也深深感覺到職課的生存空間被壓縮 那我們公司的一個發展來講 剛好我們到了一個覺得可以再往上跨一步的情況 所以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這幾年的努力 我想2014年是我們很大的分水力 所以2014年我們搬家了 搬到南京西路 所以我們公司的南京西路 205號二樓 就在迪化街街口 就辦年貨的話 我們那邊很方便 上來邊查 那除了之外 我們台北公司的辦公室 除了就是我們公司之外 我們另外一個事業體 是我們的年貨型公司 是負責一些行銷公關活動 所以我們公司來講 這邊有我們的就是旅行社還有我們的公司 那這是我們台北 那我們在去年的台中分公司也已經正式成立 那邊已經有非常好的一個成績出來 在台中的陸峰 那除了台中之外 我們宜蘭的分公司在今年的2月份也開幕了 那在宜蘭中山路上面 然後為我們宜蘭的鄉親來服務 那這是在 另外呢我們在高雄 所以我們行政辦公室 是坐我們的環島自由行巴士的調柱中心 所以我們公司有自己的遊覽車在台灣 坐環島自由行的巴士 我們強調的跟這次負責也一樣 是比較表示一人成行 田田出發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我們在 另外我們有地產討查的事業體 在去年12月19號 我們公司的企業總部大樓在表参道 興建落成是由科本莊介先生所設計 就設計台灣塔的那位知名的國際設計師 那另外這是我們在地產考察團的事業體裡面 我們在集中破雙星台的辦公室的一個照片 那另外呢 除了這之外我們還有民宿的事業體 在東京有木白民宿 這是我們東京的民宿事業體 那下面也是木白西新樹民宿 是我們整棟住我們自己公司所經營的民宿 那另外在台灣的話 宜蘭的園山民宿在2015年5月 他會開始來營運 那我想我們公司在 從今年開始 我們很會試著從 就是以前的直客公司 開始把一些我們的一些好的產品 導入給大家 為大家共同來創造一些 比較好的獲利的利益 因為我們的旅遊業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我一直強調當旅遊業拼不過價錢的時候 就只能夠拼服務 那所以說我們盡量提供我們好的服務 創新的產品 然後提供我們客戶的 分潤的方式去經營 但是我們希望做到的是 支客公司的量身 訂做的貼身的服務 所以我們不走團 我們走散客 可是我們走散客 讓它有團的感覺 讓它有團的服務 這是我們目前一直在努力在做的 那我想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在跟不丹的美德旅行社 取得合作的協議 那擔任美德旅行社在亞洲的整個推廣的工作 不丹這個國家的旅行社 只有十個旅行社可以接待外國人 它所有的整個的情況 是在政府的保護底下的一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國家 它一年到不丹能夠旅遊的人數不多 全世界六千人一年 可是它的價錢就是很固定 因為它的價格是國家奠定的標準 它的服務很固定 國家奠定的標準 所以它的服務品質很高 因為你所有的團費 繳到不丹的團費 在遊客離境後 沒有投訴 沒有抱怨 當地的地間社才會從國家 信託托管的帳戶 提領到你的旅客的團費 也就是說 它是國家旅遊局 所以到不丹旅遊的遊客 它沒有什麼人幾乎沒有什麼會有投訴的機會 因為他們的國家會幫你把遊客照顧得很好 這也是因為有這樣子的高度的管制跟高度的管理 讓不丹遊客的滿意度會非常的高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樣的產品呢 在台灣畢竟是少數 所以我們把它跟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以上簡單的跟大家來報告今天的我們公的情況還有背景 接下來我要請我們的非常重要的幹部 就是我們的不丹旅遊部的我們的潘姐潘總監 潘總監他常年旅居海外 那這次潘總監的關係跟不丹的 就是你的旅遊社這邊就是有搭乘非常好的協議 所以呢 他今天來幫大家做介紹他給帶來的非常多不丹的一些 當地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紀念品 不是通通送給大家的 哈哈哈哈 還敢在這裡叫那個面具跟鞋子很貴不行 哈哈哈哈 那我們有一些我們待會抽獎會抽 那我們今天請潘總監來為大家做這個行程內容的 掛掛石柱形娛樂相關旅遊產品裡面的內容 然後之後我們會請我們的劉副總監來為我們大家 來就是講解什麼產品的定價還有整個產品面的設計的一些理念 那未來這個整個不丹的專案的負責呢 我們公司是由我們王副總 揮手一下吧 從王立堅、王副總 還是我們潘總監兩位呢 來為大家熱情的服務 好那我們現在就請 我們邀請我們潘副總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非常歡迎各位同業的行進光臨 因為過關這個行程的關係 剛剛李董說我常居國外 現在因為這個行程我會常居創新辦公室 所以我緊不緊張很緊張 因為昨天李董還說 台姊講到不要寒乳蛋 我還不知道傻傻的說 什麼叫寒乳蛋 現在我懂了 我盡量不要寒乳蛋 試試看 現在我們就介紹的負擔的行程 那到負擔旅行 你想知道是什麼 時衣住行、交通 還有一些應該注意的事項 應該是最重要 然後行程我們簡單的介紹 因為這個目錄裡面都有 這個完了以後 我會簡單的介紹負擔國王 今天是他們第四任國王 今年60歲的大壽 全國都很大的擴大慶聯 還有一個是說 到創新的負擔 我們有什麼優點 這是很重要 就簡單的告訴你們 然後再有我的時間的話 我再把負擔的重要的旅遊 聖典再簡單解釋一下 我有點吞乳蛋 好,我們現在就開始 那負擔它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度 大家都知道 它叫雷龍之國 我現在要有一個地圖 來 其實它整個負擔 我們的旅遊重點在哪裡 這帕羅、帕羅、頂部、頂部、頂部 東拉卡 還有就是它那個川沙 然後如果十天旅遊 十天久一點的時候 是到福德 它這個也是很漂亮 還有一個地方 但是這個可能十天的行程 才會走到這裡 然後負擔的地理在哪裡 這邊是中國 它是沿著喜馬拉雅山 這邊它的對面其實就是西藏 可是因為沒有邦交過不來 這邊下面這邊是印度 這邊是習近 再來隔壁就是布丹 然後布丹的土地 比台灣大一點點 人口74萬 這個簡單讓它改變 它的地理概念 然後最重要到布丹 你要注意它的氣候 就十一住行方面 布丹在最漂亮就是它的 三、四、五、九、十、十一 就是春天秋天最美麗的時候 然後冬天十二月到二月 就是十度可能會大概零度都有可能 二、兩度 那一、二月的天氣會比較沾燥 所以到布丹旅遊 就會穿洋蔥製的穿好 所以它氣溫差別很大 不過有一個好處也是說 你如果十二月到布丹的話 它的天空非常難 一個YouTube那個美國的一個 特別做了一個video 就是它叫什麼 Snow Mi Sky Snow Mi Sky就是海嘯天空 它的雲非常漂亮 它的天空非常的難 然後你在布丹最重要就是要 就是你的短褲、貼身衣服 那種比較透、比較露的衣服 可能不是很適合 然後你到它的廟宇 或是比較重要的場所 你不可以戴帽子 然後到布丹就是要準備單餐鞋 一些帽子、衫、衫、黃賽的衣 那布丹是什麼 布丹人吃的好辣好辣 它們主要就是辣椒、馬鈴薯、 西紙這邊都比較多 它們只要肉食主義比較多 那布丹因為土地滿平均的 那蔬菜不容易種植 所以你到布丹裡有可能蔬菜吃的不是很多 除非你去住五星解禮館 淡季四百塊 旺季一天一千兩百塊美金 那布丹呢?布丹它是什麼? 它的蜂蜜是世界非常有名 布丹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有機國家 到現在都沒有汙染 然後蘋果汁還有曬乾的 它們牛肉很好玩 你去吃它們肉的時候 它是牛肉先曬乾 然後煮菜的時候再加它去炒 所以有點脆脆的還滿香的 那布丹裡有這個是政府配的 它是整套的叫Tangent 這補配的是三星A級以上的 然後你如果要再加幾 可以自己再支配再upgrade上 那這個是大概三星左右的魚館 大概一個樣子 這個是布丹帕娃娃的國際機場 布丹現在有兩部飛機 本來是就是叫Drag Air 但是我昨天聽到我們那個講話 事實上是有兩家 這叫Peternese L1 然後我們的公司它提供的是 如果說你超過16人以下 5個人以上是提供大概23人座 但是12行80 那如果是3到5人就是一個那個麵包車 兩個人的話就是小車 可是會隨季節可能會稍微牌子有變 但是布丹你放心 布丹的牌子都很新 會在5年以內 他們政府這一點做得非常好 就是那剛剛我簡單用一分鐘講一下 李董所說的 為什麼我願意做布丹 布丹的旅遊誰有風險 只有它local的旅行社有風險 你外面的旅行社 你旅客都沒有風險 旅客安全的離開了 兩個禮拜以後 沒有arguer 沒有concred 然後旅行社 他們的那個郭丹局 才會把好看開放撿撿撿下來 所以有風險的只有當地的local 所以服務當然要很好 然後去住嗎 這簡單的 我們很簡單的run一下行程 因為裡面也有 我們第一天就從南國然後到 從台北到曼谷 到在曼谷機場的擁有方式 你可以就是說可能時間很短 晚上的話就在那邊休息一下 然後隔天6點30個飛機 他的飛機都是早上的 那如果說是導演到 當然可能會在曼谷住一晚 那第二天呢 就一早就從曼谷到泡羅 大概 在飛的時間 我們又可能去 三個多小時 大概三個半小時 三個半小時 三個半小時 對 然後到泡羅以後 可能就很快的 馬上開車到屏部 他的首都 屏部叫首都 他首都我們大概 首都由凡有名 他的地標就是這個大伯 這個大伯呢 是新加坡捐了1400萬 就是他這個這個一個頂這邊的 那個就1400萬的美金 他目前是世界最大的 釋迦牟尼佛 然後是亞洲最大的佛像 然後還有他圖書 這個是圖書館 這個是那個負擔的代表 代表中 我們叫就是叫這個和平 和平紀念塔 也就是他的那個扎西求宗 就是 那現在這個呢 就是政府辦公的地方 國王辦公的地方 還有喇媽王就是 法王辦公的地方 然後我們去參觀 要等到國王下班以後 才可以去參觀 然後在這個 喔 沒關係 帕羅 帕羅到那個 大概一個小時到20萬 到頂部 然後再來呢 第3天 我們就從頂部卡到帕拉卡 帕拉卡 這個是要特別介紹的一個地方 我們把帕拉卡的照片 再往後一個 大概3個小時 看到帕拉卡 帕拉卡是這個 帕拉卡是 我們還是 我說帕拉卡 但是我們還是用 剛剛來那個照片 他這個是他第一二任的國王 也就是他舊首都 1952年以前 他的首都是在帕拉卡 到1952以後 才遷都到平坡 然後到現在 這個 帕拉卡的地方非常的美 他到現在 都是法王冬天去住家 居住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很重要一個 要去的 去布丹 不能不去帕拉卡龍 這個地方 還有不能不去看他的大火 然後我們這樣去看 第四天 然後我們去從 布丹塔到通達 對 撞通水 不是 布丹塔到通達 我看 布丹塔到通達 大概要四個小時 大概是要四個小時 或者我沒有看這個 可能是大躍實際 因為我們兩個手稿 我們這樣不用手稿 好像噴爐 但有沒有噴得太厲害 所以我們往第三個 第三個 往前一頁 最重要介紹這個 這是108座的 他的那個小火塔 這個小火塔就是 那個皇后們 為了紀念 現在的第四任總統 就是現在60歲的 今天大座的總統 最偉大的總統 他在1972年 17歲就就位 因為他到英國去留學 所以現在 布丹為什麼電視能開放 網路能開放 都是這個國王 抬土萬難 大家都反對之下 把他完成的事情 然後他 實際上的英靈 50歲就退休 轉為當兒子 好 我們接著去 然後在Tusat Tusat Tusat Room Tusat這個地方是很漂亮 我剛才108座的 我簡單再說一下 那個地方有叫 Duchapas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可以看到 全景的西馬達爾山 還有那邊可以看到 就是布丹最高的頂峰 他最高的頂峰叫 我要記一下 是7507尺 但是名字呢 你們看裡面好了 因為我手稿沒有用 可能 OK 我知道 Jekob Hutt Jekob Hutt 我想到了 好 那我們接下去 再來呢 我們第六天 又從中長 回到帕羅 大概要六個小時 這個地方會比較長 那帕羅我們簡單看一下 他們的菜市場 大部分賣的就是這個樣子 都是比較更金類 比較多食物 那皮股是他們非常有名聖材 然後你看他們 他們的東西就是這些衣服 手織布 還有一些牧科的 就是這些東西 然後他們射箭 是他們非常以為一的 不單人好快樂 真的好快樂 然後坎之亭非常地有名 OK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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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單 如果不去這個虎蟹 那就不要去了 那虎蟹是在帕羅的境內 這個座山有三千公尺 但這個虎蟹建築在哪裡 在九百公尺的山領 山中裡面 九百公尺高 那這個虎蟹為什麼這麼有名 就是傳說中的林華森 林華森他在這邊住了三個月 然後你從我遠看 他那個山的樣子就好像一個惡魔 他為了降魔的時候 然後蓋了這樣 那我們就要去看看 然後我簡單這樣 我們回過去一下 對不起 你到這邊的時候 前程上去大概要五、六個小時 上去可以騎馬 起碼一個人大概是十幾塊二十塊 但下來那個選者 去山上步 下來好山步就走路 要不然你如果全人走路 大概要六個小時 但是 他怎麼走 梁濤偉的結婚是在看我 蠱樂市 蠱樂市 蠱樂市裡面 我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我蠱樂裡面的一個一張照片 我覺得很值得看 OK 然後再來就說 這八天就從哈羅尾到我們的屁叔弟 現在這個行程很重要 你看看 哇 男生好高興喔 你看 他們的佛都這麼快樂 你看 他的佛像 有這樣的佛像 我看了都很驚訝 然後他們崇拜男性的生子氣 他們的房子 外觀 他們的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民族 然後他們現在是一夫一妻子 可是只要夫妻同意 還是可以多夫多妻的 因為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要這個重點出來 因為它很短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今天是幾號? 17號 才15號 就是世界才讓到 國外 這個是前天才出來 所以勢力不擔的旅行 我們同意也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一位外國人、美國人、歐洲人 都會是一個很驚訝 這簡單 他60歲的生日 我就是不再講這些 因為我時間不太夠 這是第四任總統 他還有四個太太 然後這個是他跟他兒子 這個你看看民間的兒子 他們總統跟那個 其實很接近的 國王跟總統 國王跟他百姓很接近 你常常都可以看到 往下 我要說的是 再下一頁 上一頁 對 第一頁 再上一頁 這個是 往上一頁 這個 我們講這個就好 往上一頁 等一下 再下一頁 這個 就這個 OK The World City Award Winner List 就是2015年世界一百大最有名的 第一個 布丹在哪些國家呢 Most Beautiful OK Captic City 哪裡最漂亮 世界最漂亮 就是布丹的首都挺部 兩天前才在法國開會選出來了 這我看了也非常excited 就是很興奮 最好的食物在布丹是布丹 我本來很驚訝 為什麼說最好的食物是布丹 它是一百分之一有機的食物 這個是世界公認選出來 都不會 所以他的吃是很簡單 你不要想說像台灣這樣 可是是安心的 他會做適了我們中國人吃的食物 然後Nice people on earth 就是最善良的 然後最聰明的 smartest people on the planet 也是布丹人 然後Most handsome men in the world 最英俊的也是布丹人 The most handsome Most beautiful women in the world 最漂亮也是布丹女人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這點 也是真的 我跟他們接觸的話 Most humble human men 就是最輕功啦 輕功就是有理的 真的布丹人是這樣子 他們很可靠 然後很浩克又很善良 這個是對我們圖面有益經營的 四地在世界 現在的布丹人會先起很大的一個訓言 而且是前天15號才發表出來的 好 那我因為時間沒有太多 其他參與以後我們繼續交流 好 謝謝我們的潘總監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邀請創新旅行社的副總 劉志強劉副總 幫我們介紹一下關於 布丹的價格的部分 好 我們 謝謝我們潘總監 來 各位同業 我們到了我的這個階段 在我們業務部的部分 我們會想跟各位要介紹一下大家可能這次來 呃 大部分人最 想要知道 最想要知道 也想要最關心的一個部分 那未來 希望在未來的一個這個就是 有合作機會的情況下 我們在我們的業務部的部分 都能和來為各位服務 那當然 這個特殊的路線 那我們各位 我們將來有我們業務同仁 站在我們旁邊穿縫色衣服的 都是我們業務部的同仁 等一下 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業務部的同仁 也希望能夠跟各位 可以 能夠跟各位 換一張影片 那未來不管 呃 我們潘總監 或我們王副總 如果有就是 比較忙碌的時候 或是說可能在國內的時候 那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會請 都會請我們的業務同仁來回答各位 那各位有任何的疑問 不管是在價格上 或是行程上 也會可以 歡迎各位 透過我們的業務同仁來 幫各位來做一個詢問 然後我們領事 最快速 以及最準確 能夠用同業的一個心情的部分 來回答 給各位來做知道 好 大概各位 其實各位手上 今天剛進來的時候 拿的資料袋的部分 記得 資料袋應該大家都有拿到 對不對 裡面後面會有 裡面有一張夾葉 會是我的這一個 就是有關價格的部分的地方 就有一個比較算是蠻清楚的 其實內容是一樣的 但是我用口頭的地方 再跟各位來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說明 好 第一個 我們今天 我們創新旅行之後 這一次我們發表的 主要三項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我們 十天九夜的行程 一個是八天七夜 另外一個是 七天六夜的行程 那這 各位可以看到 首三個資料 或是說 PPT上面的資料 十天九夜 我們的直售價格 直售價格是 十二萬四千九 那八天七夜的價格是 十萬八千九 那七天六夜的價格是 九萬九千九 這三個 這三個是直售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 我們各位 我們一樣 我們會有 採用一個 早鳥的一個專案 那在報名 以報名下定 為基準 基準日 出發前九十天 我們的 早鳥的優惠是六千塊 早鳥六十天是四千 早鳥三十天是兩千塊 那最後一個重點的部分是 同業的退用這部分 因為我們公司 剛剛李董也有跟各位來做報告 公司我們是做 直課的旅行社 那我們第一次 接觸到同業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 第一次開始的時候 希望能夠把 跟市場上 能夠把我們自己所有 一些利潤 盡量能夠 回歸於同業 希望我們能夠打搶 我們這一次的 第一次的這一個 一個 產品 所以說我們同業的退用 的部分 我們同業的退用是 一個人同 是一萬元 一萬元 那昨天晚上 這個部分 昨天晚上 在 晚上的時候 跟李董有討論過 這個部分 我們會希望說 今天 今年 我們是第一年 今天是三月十六號 算是第一季的部分 那在今年 我們今天有在座的部分 在座 今天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都有 投地名片來做 我們的摸彩活動 對不對 那 除了 剛剛有講過說 我有三位幸運兒 會拿走我們今天的獎品之外 那 名片之外 在座的基本上 我們算是 人類優獎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今天早上跟 昨天晚上跟李董 有討論的一個部分 就是 今天在座 我有 以名片為準 我以名片為準 今天有投替名片的部分 那 在2015年前 12月31號前出發的 如果你們有客人進來的話 我們同業的早鳥 我們一樣 不管是30天前 15天前 或是說就是 40天前 不管 那我們一樣 對於職客部分一樣是 有90天 60天 30天 但是對於在座 只有今天來在座的同業 我們的早鳥的退用 以律式 6000塊 一樣是6000塊 只要是 我們今天在座的 在2015年12月31號前 出發 以出發日為做基準 不是下單日 出發日為做基準 除了原本的 1000元之外 1萬元之外 那我們另外 再把這個早鳥的 6000元回饋 今天點在座的同業 這邊在座的同業 那業務同業 業務部的部分 我今天還沒有來不及 跟業務部來做宣導 業務部今天在座的 我們就會把名單整理出來 那今天有 到現場的同業 我們今天的退用 在12月31號前 都是1萬6000元的這個部分 這部分是來跟各位做報告的 這希望我們能夠 在這一次 能夠給我們同業一個 算是說 我們把所有的優惠 來做這一次 我們打響第一炮的一個活動 這樣子 那剛剛講說 我們這個部分 團費部分 內容包含的部分 這部分就不再一一的詳述 當然說 因為我們剛剛 他總結有跟各位講說 我們這次是有曼谷轉機進出的部分 那因為時間行段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再 曼谷 over一個9 那我們這次 我們包含的 剛剛講的上述的那些職課 職售的一些行程 包含說 泰國的 就是國際段的機票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布達航空的中段的機票 還有兩個 不管是 泰國的Visa 或者是說布達的Visa 都通通通的都包含在 我們的整個這個 行程的Package裡面 但是 剛剛我們 李董佑跟各位報告說 我們希望 因為我們是做職課 希望量身定做 不管是對於職課的那一端 是量身定做 我們也希望 能夠讓給我們同業量身定做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自己以前跟一些 大或是有在做配合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是一些 常常會問問題的 很難問問題的一些同業 那我們希望說 這個可不可以加 這個可不可以加 這個可不可以減 這個可不可以扣 我們自己常常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說 我們是站在同業旅品社的一個 角度來做思考 來設計的這個部分 這是我們這一次 一個形成 價格所定制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剛剛講說 團隊包含的東西 基本上是全包 所以這個東西 大家可以之後 不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一個重點 再來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討論的 要跟各位報告的就是 我們同業可治理的項目 當然各位 會想說 國際段機票 我家專門做這個 可能專門做 泰國縣的 或是我家專門開票的 我幹嘛透過你創新拿票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個國際段的機票 甚至中段的機票 各位可以治理 那我們也很坦白 把這個東西share給大家看 那目前我們包含說 泰國簽證 曼谷的住宿 曼谷來回機票 不當然來回機票 我們把所有的 我們所抓的 金額利害的地方 各位手上的資料也有 那當我說 當各位覺得說 這個檔期 你想要自己可能有去切票 那你想要自己開票的話 不管是國際段 或是說中段 那我們這個費用 都可以來做 扣掉的一個部分 直接把從團費 剛剛的基準團費 扣掉 然後給統一 那但是 扣掉之後這個部分 完全不影響到各位 退佣以及招鳥的部分 這是跟各位來做報告的部分 那但是唯一一個 泰國簽證治理 曼谷出租治理 國際段 中段 但是只有不單的簽證 不單的簽證 必須 因為不單的政府規定 必須隨著團費 一起來做申請 所以說這個不單的簽證部分 是統一由創新 來幫各位來做申請簽證的部分 那至於今天 講價錢的部分 詳細的簽證 所需的一些資料 各位手上資料也有 那之後 業務同僚也會幫各位做 比較詳盡的解釋 這是同業可以治理的項目 那另外 因為剛剛有講過 不單在整個環境當中 其實它是很單純蠢 他們當地的旅行社 或政府他們的想法 也很 就是條理化 所以非常的能夠容易理解 那這些東西 上網也都查得到 這是非常明白 這個部分 所有其他加價的部分 我們額外 你要加入的任何東西 在這地方 都可以來做一個選配的部分 包含說 剛剛李東講說 我們包含的一人成型 包含說 人數比較少的一人 雙人成型 還有擔任房差 我們要加價的 四星、五星 然後或者說 我們要一些的option的一個行程 例如去 苦雀之騎馬 我們要在飯店 我們要招待客人 下午茶 熱食浴 傳統服飾體驗 等等這些部分 這些部分 是留給同業 我們自己覺得說 我們要怎麼樣包裝 用一個比較DIY的心態 讓各位來說 因為其實我們 一開始沒有這樣 因為我們開始跟李東 我們也跟李東 爭執了很久 說 人家都有包這個 我們說這個東西 我們要不要包 包的會不會變很貴 看起來會不會有很大的落差 別人是十人以上 連人是十六人以上 才有的東西 所以這些價錢 我們後來統一的一個 做一個選擇 所以說 我們把全部 變成說 我們自己去做一個DIY的一個活動 讓這東西 推開放給同業 讓同業自己 想要吃 什麼東西 想要加什麼東西 來讓這個人家 加到我們這個 基本的行程裡面 那在加價的部分 只有一個東西 要跟大家來做 說幣的部分 這個部分 它其實基本上 單子上面有 那這部分 這一頁 剛剛上兩頁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 在台灣斷的那些行程 都是以台幣計價 只有這一頁 這一頁的部分 這頁部分 也是各位的翻面部分 這一頁是以美金計價 是以美金計價 那 各位一定會想說 你們標榜的是 一人成型等等這些部分 那為什麼一人成型 還有加價的部分 也是跟各位來做報告 基本上 一人成型 會不會有機會 當然 人數當然一定會機會比較少 但是我們還是要 標榜著我們一人成型之外 因為 一人成型 第一個除了有 單人房差之外 單人房差 以及還有就是交通 就是還有導遊 共同分擔的部分 所以說一人成型 我們在每一個人的每一天 例如十天九夜就是十天 每一個人每一天 他加四十塊美金 所以說十天的話 只加四百塊美金 好 這個地方先跟各位講 這個部分 那想說 你為什麼雙人成型 那你這樣講我們都會了解 因為有住啊 有交通啊 有導遊 這些共同分擔的部分 有接觸過國旅 大概知道有共同分擔的部分 那雙人成型 為什麼 後面加了一個不單段 第一個 因為雙人成型的部分 這部分已經沒有房差的部分了 那不單政府給我們的部分 所以說對於我們的 泰國那一段的曼谷那一段 所以住宿已經沒有問題了 所以說只有不單那一段有問題 所以說在不單那一段 除了白天的交通 晚上的住宿之外 每一個人每一天 是三十塊美金的一個部分 每三十就是不單段 每人每天是三十塊美金的部分 所以說十天九夜的行程 我們有九天在不單對不對 因為第二天的早上 下午的時候就過去到了不單 所以說這個部分 雙人成型每個之家 九三二十七兩百幾十塊美金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一人成型 以及雙人成型的部分 那再來一人成型跟單人房差 我們這種自己想要表達的一個邏輯 也要跟各位要表達清楚的部分 單人房差例如說三個人 五個人卡單數的時候 我指定我就是要住一個人住一間房 那每一個人的每天晚上是四十塊美金 這個是單人房差的部分 那你講說那我不要指定單人房差 那有自然單間嗎? 不但他沒有自然單間 如果你是卡單數的話 他是雙人房加床 雙人房加床 也就是說五個人一樣是兩間房 三個人是一間房 這部分先跟各位來先溝通清楚的 這是指定單人房差的時候 會跟一人成型是有不同的東西 所以一人成型已經把房差包含在裡面 所以說不用額外再補單人房差的部分 所以說這兩個是分開的部分 讓各位能夠明白了解的部分 那至於加價的部分 比較有價格浮動的 就是我們的五星住宿的部分 那每個晚上大概 不但那邊給我們的單價是約略 大概是四百到一千二美金左右 這個下面有些我們就是定的是FID票 那目前抓的剛剛講說一萬二是約略 就是大概是華航Q上 是泰航V上這大約的一個價格 這個地方 小孩子佣金會不會被減少 這邊也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這邊有學生這三個 有任何的扣底的之後的金額 一樣是不影響任何的佣金 剛剛上訴 就是志祥這邊所跟各位報告的 不管是加價還是減價 加價那你對職客你的加價部分 那你可以去協調可以去加 這邊部分都是內格的部分 那不管是加價部分 或是說這些扣底的部分 對於各位的佣金以及招鳥是完全不影響的 是不影響的 這個地方先讓各位了解一下 這個部分 那淡季 淡季跟忘記的部分 淡季就是一二六七八十二 那忘記是三四五九十十一 那不管是台灣的過年 以及他們不單的過年 或是中國的過年 不管是廉價部分 在兔兒費部分 那我們有爭取到就是一年 就是統一的一個售價 統一會有差的其實就是我們國際段的 我們國際段的級票而已 那這部分 級票部分 我們一樣來做 跟各位同業現金來做協調 不管是自己開或是我不開 或需要做加價的部分 只有國際段的級票 那在兔兒費的地方是完全是 沒有做任何的影響的部分 那另外 領隊的部分 那領隊 這邊李董也有交代 我們台灣 就是 如果10人以上 我們派遣台灣領隊 派遣台灣領隊 來做一個隨團的一個 翻譯的動作這樣子 那另外啊 就是最後最後 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不單在這個地方 就是會講中文的人比較少 所以說 我們所配置的導遊 第一個 跟市面上一樣 全部都是 英文導遊 都是英文導遊 那在剛剛的 加價option的那一頁當中 那個如果你要 order就是他們的 中文導遊的話 每一天 在不單段 每一天 他是100美金 是100美金 這剛剛各位手上的單字上也都有寫 這個是由你們來做一個 因為第一個 呃 會中文人數 在不單會中文人數比較少 第二個 會選擇來不單的旅遊的一些旅客 那可能 呃 台灣人 可以看你們就是 客戶 對於他們的 對於他們的 對於他們的就是 餘人能力 來做一個取捨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東西要跟各位來都特別做報告 最後一點 就是除了就是 小朋友的部分 還有就是 找人家的部分 那可能已經退休的人員 18歲以下 或者65歲以上 或者是 或者說一些 就是行動比較不方便的 或連有塵上手冊的一些貴賓人 他必須他沒辦法擔任 雖然說我們不要擔任 擔任出發 擔任成型 這不是錢都會解決的事情 因為 不單的地區 日月溫差比較大 然後紫外線 強烈 因為海拔高 那沿途的路況也比較不好一點 所以說這些 在這種地方 我們會覺得 會建議 會 強 也是 強制讓各位說 我們這些有行動不便 或是長者的情況下 他不能夠單獨 擔任成團 我們需要都有隨行的家人 或是同友同行 以上 這些部分 是讓 各位能夠大致上了解一下 我們這一次不單的 這個行程的一個 售價的一個概念 那詳情的內容 其實 除了剛剛解釋之外 各位的手上的單子上面 也都有這些資料 那 如果 還有 沒有講得很詳細 沒有解釋的 讓各位聽得很清楚的話 那之後 那也可以歡迎 波達到我們的 創新旅行社 我們用我們的各個業務同仁 來跟各位來做一個 更獎勵的一個更清楚的一個解答 好 那接下來最後的時間 會讓大家 好 大家等一下馬上就要 最後我們 加值 一千六美金以上的 的一個抽想活動 那 不曉得 業務部有沒有把我的名片投進去了 哈哈哈哈 自己公司不算 我現在借用一半分鐘 為什麼我們 你選擇我們 換金的 我們優勢在哪裡 我們有LOGO人在哪裡 你那邊有什麼 不對 馬上需要了 馬上完異馬上處理 第二個 如果說 有緊急裝備發生 兩岸直接可以處理 這個是 我想每個公司都要 保護自己的 這是 還有就是說 你如果不是十人城管 一般 不一定都 不搭在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怎麼做 可以配套出發 你可以住農莊 配套農莊 你可以住homestay 接待家庭 你可以住旅館 這樣就配套 這個理由 可能會更深入的 去瞭解客單 這是我們一個 一個特點 可以這樣配套 配套助理館 農莊 或是接待家庭 然後 就是 短期館這樣配套的話 你才會比較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 我們接下來要 要摸彩喔 那個 大家真的我們 是不是再給我們 潘總監掌聲鼓勵一下 今天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做PPT簡報 對啊 昨天我跟他講 潘姐 講話不要彈乳蛋 他說 他這輩子沒有做過簡報 有這樣子我已經歐咪倒回來 但是呢 潘姐的人呢 他很老實 他會做生意 他做事情真的很踏實在做 所以可以讓人家很安心喔 我想 那今天我們要摸彩 好 我們第一樣的這個摸彩的活動呢 獎品呢 是我們不擔當地的這個明信片 非常有豐富的紀念價值 那我們這邊首先先邀請 我們創新旅行社副董事長 蘇總 蘇總來幫我們抽出這個明信片的 請張請張請張 我這個是小獎 大獎 翔賀旅行社邱冠文邱同學 在哪裡 可愛嗎 可愛齁 好 人不在的就沒有人 搬展一下 我們請蘇總 蘇總 好 大家謝謝 謝謝我們 彩賀旅行社 我們邱先生 蘇總選 好 謝謝 謝謝 好 又少一個對手了 好 我們第二個獎項呢 是我們不擔當地的郵票 好 剛剛在前面有展示很多我們不擔當地的郵票 那這邊呢 我們邀請我們的潘總監 來幫我們抽出今天郵票的這個項 這個郵票他們的博物館是可以幫你私人訂做自己的私人的郵票 那這個郵票在不擔當地是非常有名的紀念品 那 目前不擔的郵票幾乎是世界上做得對 它有不同的很多材料 然後它也是第一個是活動用video 可以做出郵票的國家 它非常的精緻 所以 所以 大家 到不擔記得去做郵票 不過那郵票在台灣不能用 得獎的事 得獎的事 哇不會吧 連莊喔 你公司來對的啦 最好旅行 才會議 恭喜 恭喜 那不是我發來的一面 你們公司來幾個 那他們公司沒幾個 謝謝 謝謝 恭喜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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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們的 不擔的郵票 我是不是啦 太可怕 然後你們公司是 派了20個還是可以投是不是 好 我們最後一個獎項就邀請我們李董市長 幫我們抽出這個不擔旅遊行程的旅遊券 這個 是今天大獎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這個同學說 我們不會辦機場 這辦個機場下去 可能說還沒有做到生意 不然就已經公司不怪怪了 這個是不擔的 落地接待的行程 一人誠信 沒有誠信率的異點 只有我們標榜的 一人誠信 天天出發 所以你只要擺個機票到不擔 後面你的幸福讓我們來幫你處理 但是 拿著這個獎 你就別承諾我 一年至少授課一百人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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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回來拜託 幫我們拍個照片 公司照片還蠻絕的 好 那 這個 到底是誰會獲得呢 兌換到什麼時候 會不會沒撐一隻給那一個月時間 不會啦 好 哇 是不是啊 到九月份 就是九月份之前 你拿到 趕快出發 到九月 六個月給你直接 不要說不能請假 好 那 這個幸運額是誰呢 我先講 你們自己公司得都不算 那你公司不要回答 好 好 好 那 好 帶各位 見證一下 到底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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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找到他了 他應該是一位 應該是一位女生 欸 各位男生 可是也有可能 這給你指向男生 哈哈哈 因為現在更難 好 公司在南京動陸 好 欸 他好幾個公司 好 恭喜 同用旅行社 胡雲雲 胡小姐 掌聲鼓勵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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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當時要去 還要給我時間作業 半千萬的時間 歡迎 我患寶 怎麼樣 就這樣看跟我 首先感謝尾徒 謝謝 來 我們這邊請 看看 恭喜 恭喜我們同用旅行社 胡雲雲雲 謝謝 謝謝 那個 謝謝 那請到那個 敵俊那邊 已經讓他稍微 先收一下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 同業的這個發佈會 我們到這邊 圓滿的落幕 那期待下一場 有機會再下跪 不過阿拜抽獎 沒辦法沒辦法 今天就是 好 我們謝謝大家 有任何需要歡迎跟我們隨時聯絡 我們的 我們的 黃副總 我們的盤總監 我們所有同仁通通都會各十多位 在服務 我認為需要您今天的名片 留下的名片我們有資料 我們會有給您 謝謝 多謝 感謝 好 沒問題 那個 拍照 拍照 那個 一直測開